顶着大太阳在户外举办记者会 SB1072法案提案人 也是加州参议员曼多萨表示 历经近一年的努力 为了救世避免19岁自闭症 牙医学生Paul Lee 由于不善口头沟通 结果被锁在高温的校车内 最后死亡的悲剧不再重演 法案同时也被命名为 Paul Lee 校车安全法 要求所有加州校车巴士上 除了原有的安全逃生装置外 还要再加装一组警报装置 要求校车司机在关闭汽车之前 要先走到校车最后面 检查所有位置上 是否还留有孩子才能关闭引擎 回顾Paul Lee的追思会 虽然对她的家人来说 至今人很难忘记 失去宝贝儿子的哀伤 但正是因为她的牺牲 让法案建立 能加会全加州的年轻学童 获得更多安全保护 东文新闻用文 叶红志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